七五事件过后三个星期了 乌鲁木齐的市民生活快速恢复 虽然事件对于当地的商业旅游带来了诸多影响 但是新疆市民用快乐自信的心态 驱散阴影盼望着各行各业全面恢复 乌鲁木齐市的人民公园 每天下午三点开始 就会陆陆续续的汇集来很多的民众 大家来到这里唱歌 跳舞 健身 演出音乐响起的地方 大家正在跳的就是新疆维吾尔族的传统舞蹈 市民告诉记者 8号以后 人民公园附近的居民就开始走出家门 恢复从前的室外活动了 跳起欢快的麦西来府 唱着自己熟悉的旋律 不同民族的乌鲁木齐市民 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 生活本来就应该是充满欢乐的 最好大家都能走出家门 参与这样子的轻松愉快的户外活动 除了工作以外 像我们这个都来唱歌 跳舞 特别是汉族人还跳维族舞 维族人也唱汉族歌 很好 而且很有意义 我们新疆呢 就是还像以前一样 特别美好 让全国人都到我们家来旅游 好吧 正向市民所盼望的 新疆旅游业也在逐步的恢复中 已经恢复营业的乌鲁木齐市标志性景点 国际大巴扎 客流量缓步回升 周末 大巴扎的又一个重要旅游项目宴会厅歌舞表演 开门迎客 乌鲁木齐市周边的旅游景点也开始逐步热闹起来 从8号以后呢 现在逐渐回升 回升呢 基本上每天接待人次呢 达到一千五六百人 礼拜六礼拜天呢 接待的游客呢 达到两千五六百人 所以说非常好 我稍微有点恐惧 我来到三个月之后 但是我发现 那种情况是好 我稍微确认